哈囉大家好我是Tarco 這兩年來的疫情問題可以說是非常嚴重 各行各業多多少少都遇到一些衝擊 機車市場也不例外 為了安全大家幾乎都在家嘛 別說騎車啦就連開車都不一定想出門 但沒關係隨著疫情逐漸講文 各大車廠也發表了許多新車 看向那美好的2022年 那今天這部影片就是要來帶大家看看 YAMAHA在2022年發表了哪些新車 如果你跟我一樣是歪迷的話 千萬不要錯過這次的影片囉 那我們就開始吧 首先要為大家介紹的就是一直非常火的R15 V4 正所謂罵越兇賣越好嘛 距離四出也一段時間了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已經習慣這個造型喔 從原本的排斥變到現在的真相啊 包不得買一台來騎 全新的家族外觀 一般豐富的電控配備 包含TCS循跡系統以及 淨檔快排在最頂規的R15M上面通風都有 讓他在動力不片的情況下 還是辱獲了不少年輕人的喜愛 畢竟15萬內就可以買到RDNA VVA可變器門 滑動式離合器 多連桿後避陣 以及上述的電控系統 還有一顆智慧儀表板 怎麼想都非常值得啊 相信在不久將來 能在各大山路上看到滿滿的口球家族呢 我也非常期待他的表現 希望有朝一日也能試到他喔 接著我們來說說 復古系列的XSR家族 分別是新改款的 XSR700和 XSR900 那我知道很多人都在敲玩XSR155啦 但目前是沒有什麼消息啦 對 所以有夢最美囉 那小弟沒辦法來沒關係 大哥來 2022年式的XSR700 是批上了在八年年代 風靡全球的RZ車系經典配色 搭配全新的LED燈聚機儀表 在復古的外型上又增添了一點科技感 其他部分除了碟盤增大外 引擎規格和車架形式依舊和舊款相同 依然是我們熟悉的那顆CP2引擎 公司貨小幅上漲來到了40.2萬 算是一個比較小的改款而已 接著XSR900就不一樣囉 使用和新款MT-09一樣的設計 全新的889CC三缸引擎 最大馬力 119匹1萬轉 最大扭力 9.5公斤米7000轉 加上全新設計的鋁合金車架和鑄造輪框 降低重量的同時也提升了車輛剛性 電控的部分導入了6軸 IMU 可控制循跡 滑動 防伏矩和自動 另外也標配了QSS進退檔快排 可謂是全方面的升級啊 那在外觀上則是致敬了在80年代的YAMAHA賽車樣式 極顯的車架風格搭配陀風式的座椅以及簡約的側板 加上隱藏式的尾燈再披上Legend Blue的配色 真的是把情懷拉到了滿點了 美國官方建議售價約為1萬美金 那來台灣的話大家都知道嘛 我想水貨商應該是有機會引進啦 喜歡XSR900的朋友們可以關注一下囉 講完復古之後呢 當然要來現代一下啦 YAMAHA的運動街車 NT系列中的NT10 終於改款了 外觀方面就但大家以為 要和0709一樣口球化的時候 嘿嘿沒想到吧 他依然維持雙眼大燈 只是上方多了一對眉毛 先不論好不好看啊 我就想問一下YAMAHA的設計師 你是不是從TRIVE那邊跳槽過來的啊 這跟StreetTriple 765真的是有幾分審視 那除了車頭變化呢 車身的線條也變得更圓潤 搭配外露的引擎和超粗壯的環抱車架 給了一種既扎實又兇猛的感覺 那在動力方面呢 是使用998CC CP4 直列四缸引擎 這顆引擎是源自於自家市售跑車 R1的引擎 但透過特殊的設計 調校之後呢 在MT10上下修了一點馬力 但能提供更好的扭力 也更適用於一般的街道上行駛 最大馬力165.9P 11500轉 最大扭力11.4公斤米 9000轉 在電控方面也是大升級啦 導入和MT109一樣的6軸 INU可以監控以下 這些 包含QSS進退檔快排 四種動力模式 全新的4.2吋全彩TFT儀表 定速巡航系統 以及YVSL限速器 那當然YAMAHA在推出MT10的同時也發表了 頂規版的MT10 SP 前後懸吊都換上了Earlings的半主動電控懸吊系統 那電控懸吊系統除了有三種預設模式之外呢 也可以依據個人的騎乘習慣來手動設定另外三種制定模式 那MT10 SP也搭上了經典的SP配色喔 專屬的黑藍塗裝搭配金色的前後懸吊 另外在下方排氣管前段的部分還多了一片整流罩 讓他更有那種賽車的氣息 售價方面呢 一般售價約為 SP版的售價約為 16900美 那相信之後水貨商也有非常高的機率會引進 所以喜歡扭力大師的人可以關注一下囉 對了隨著MT10的改款 2022年的MT車系也正式帶入著全新的配色 從原本的灰紅換成了灰色油箱 搭配青藍色的輪框 我只能說YAMAHA的配色就和他的設計一樣 真的是特立獨行 那大家喜歡這個配色嗎 歡迎在下方留言一起討論喔 最後講完打檔車之後呢 當然就是我們的速克達啦 YAMAHA T-MAX 又改款啦 那為什麼說又呢 因為距離上一次 TMAX改款也才2020年的事喔 才不過兩年就改款 真的是蠻出乎意料的 那這次TMAX的最大的變動 大家應該看得很清楚喔 就是外觀啦 在車頭的部分 更加銳利 更有侵略感 車身的線條也修飾了 較為明顯 頗有那種歐洲速特拉的感覺 引擎則是沿用上一代的 562cc並列雙鋼引擎 最大馬力 7.6P 7500轉 最大扭力 5.7公斤米 這個功能作為這種大型速克達還蠻重要的啊 希望引進台灣之後能提供啦 那除了儀表之外呢 也換上了新的輪框 增加了他的運動性 微調的騎乘姿勢 以及這新的 鏤空把手 這些改動呢 都散發出他想要傳達的 Super Support的設計 從以往的T-Max設計上 我的想法是 在2016年以前呢 他都是走一個比較 運動化的設計 但在2017年的改款後呢 他反而變得比較 注重旅行方面 設計的較為舒適 那這次2022年全新改款呢 我覺得他就是把這兩種的性格融合在一起 保有舒適性的同時又把運動這塊給拉回來了 我相信等台灣三夜正式發表之後 大家一定會漸漸愛上這台全新的T-Max 好啦那這次2022年的新車報導就到這邊啦 大家最期待是哪一台呢 對於改款又有什麼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喜歡影片不要忘記按讚訂閱分享 別忘了追蹤我的IG 我的貼紙也有在蝦筆上做販賣喔 那如果你覺得我講得不錯 想要聽更多品牌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好不好 那我是Taco 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 hex organization 選匠 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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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蚊